小狗你摸摸看燙不燙 蛤? 燙嗎? 肯定很燙還在冒煙耶 我跟剛剛槓桿四合併 阿伯!出四合併 我是古阿末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開鎖的實驗 在生活中 很多時候我們會面臨一個狀況 有一些門鎖 我們用掛鎖鎖上去之後 掛鎖的鑰匙 早丟了 開不了門了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教了幾種 可以不用鑰匙 就直接強制開鎖的方法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看看 這些開鎖的方法 是否真的可行呢? 現在我們就拿出普通的掛鎖 鎖上去丟掉鑰匙 不對 是鑰匙不小心不見了 接著網路教學第一招 反正他就是拿兩個板手 去撬開掛鎖的頭 我們就稱它為 槓桿式 它的玩法很簡單 板手上面這兩根凹的地方 插進去之後 板手的這兩邊會卡住 你的板手就動不了 試試 你只要用力的往內壓 就能把鎖頭掰開了 測試一下 卡住了 破掉啦 非常爛的鎖 果然用板手輕輕一翹 可以看到這裡完全被撐破 這個鎖的材質是銅鎖 的確這招槓桿式看起來可行 所以問題就來了 假如你不是用這麼爛的 100塊的銅鎖 你是用比銅鎖貴五倍而已的 500塊 白鐵掛鎖 此招還可行嗎 我們來測試看看 鎖上 這個鎖頭的空間太大了 板手的頭沒有辦法卡住彼此 所以工具不可行 我們還得換工具 換成兩隻調整板手 我在尋找一個可以很有效卡住的方法 好 我的板手的頭卡住囉 對吧 現在我只要出力 理論上就可以把它破壞了 有點難搞耶 看得出來我流汗了嗎 我覺得像我這種猛男都沒有辦法 輕易的用板手使出槓桿式來破壞白鐵鎖頭 一般人應該也沒辦法輕易的用這一招 跟剛剛我們破壞銅鎖的那個力道 那個難易度差太多了 這麼難先視同失敗吧 不然有的人可能會說 你力氣不夠大 這個世界上是有多少力氣超大的人 所以他對一般人來講可能就不適用啊 接下來我們測試的這招叫做 鋁片開鎖 拿出同款的銅掛鎖 鎖上去 鑰匙丟掉 接下來找一個一般的鋁罐飲料 看一個剪刀 我們剪出一個小鋁片 大概剪下一條長的之後 兩邊我們先把它凹起來 稍微修飾一下 讓它不要這麼尖 完成道具之後 我解說一下它的原理 假裝我這隻手指頭是插入的那一根棒棒 我們製作的這個小工具 它會貼著這個棒棒 尖尖的地方朝內 以網路上的說法 你順著這個棒棒插下去之後 手頭裡面本身有一個東西 是卡住你的門鎖棒棒的 這樣你就抽不起來 達成一個鎖的效果 現在我們自己做的這個小鋁片插下去之後 可以把這個卡住棒棒的地方推開 你鎖頭的棒棒就可以抽起來 鎖就解開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簡單測試一下吧 我這個插入的地方太粗了 稍微再修掉一點 接著我們就包覆我們鎖頭的這根棒棒 你看這個鎖本身周圍有一點縫隙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鋁片插進去 它的原理是這樣 斷掉了 你看太軟了 要不然就是鋁片太厚 鎖頭的那個縫隙太小 為了方便操作 我們直接拿起來測試好了 它這個原理 基本上我們只要確定 鋁片可不可以從這個縫縫插進去就行了嗎 更精細一點 直接一條小鋁片 看得懂我們的操作嗎 這個要怎麼插進去這個小縫隙啊 我這顆鎖頭棒棒插下去之後 縫隙太小了 以鋁片的厚度是插不進去的 我一出力鋁片就凹掉了 也就是說 這招只適用於 插上去之後縫隙大的鎖頭 所以像我們這顆鎖就不適用 我們來試白鐵鎖頭看看 插入的地方是這個方位 好 鎖上 剪一條小鋁片下來 嘗試插入 插不進去啊 欸不是 正常我們做一個鎖會留很大的縫隙嗎 我插不下去啊 這顆鎖我也插不下去啊 而且鋁片真的很容易軟掉 這麼軟進去有辦法 吐開它那個卡準嗎 至少我自己測這一招 就算可行 應該也很難成功 我對很好成功的定義 比較像第一招那個槓桿 破壞銅鎖 那個夠簡單吧 所以相比起來 這個限制很多 至少我現在測兩種鎖 用鋁片我都插不進去 所以在我的實驗裡失敗 再來我們測試 噴火式 也是網路上看的 他說把鎖鎖上去 你拿火噴一噴 鎖軟化之後 你隨便拿一個什麼硬的東西 去翹一翹 這個就翹開了 真的這麼容易翹嗎 試試看 先看一下 這是剛剛第一顆被我破壞的掛鎖 我拿了一個全新的掛鎖 上鎖 丟掉要死 網路上教這一招 噴火式的人 沒有特別說他噴多久 噴到你覺得他軟化了 鎖頭看起來變得紅紅的 我感覺滿燙的 我的體感 我手不能太靠近 我們加總一下 先大概噴個30秒 鎖頭中間都被噴到變色了 這個時候 關掉 它軟化了 往下 剛剛有出火耶 往下 往下壓它 這隻不好用 換一隻 它軟掉了 喔 我撬開了嗎 還沒 再撬一點 喔好臭喔 喔 這種 小銅掛鎖 看起來是要30秒 就整個爛掉了 簡單凹兩下 它就軟掉 掉到地上了 看一下它的實體 都嚴重變速了 現在來測試 白鐵鎖頭 噴火軟化這招 是否可行 白火 我噴的位置一樣都是 鎖的身體中間 白鐵的熔點是多少 比銅高很多吧 噴了30秒左右 我們的白鐵掛鎖看起來好法無傷 我們要力求公平嘛 都燙個30秒 還是白鐵鎖頭多給它幾秒 1分鐘了嗎 1分鐘了嗎 1分鐘了 關火看一下 有在冒煙 有在冒煙 有看到嗎拍一下 有在冒煙的喔 接下來 什麼東西噴起來 你剛剛有看到嗎 撬開它 剛剛也是這樣翹一翹它就軟化了嘛 換一個工具來幫忙 結果我們上面卡鎖的地方 被我凹彎了 不行啊這片彎掉了 九哥你摸摸看燙不燙 蛤 燙嗎 肯定很燙它就冒煙耶 怕觀眾不相信啊 啊我知道怎麼看了 你看這個鎖這個地方有一點 黃色這樣 對啊插進去的地方 那是被我們燒出來的吧 我跟剛剛槓桿四合併 阿伯 出事了阿伯 我覺得 不太妥當 不太可行 欸它還在燙耶 我鑰匙才插上去一下就好燙 而且我轉不開了 那我現在怎麼把鎖拿下來啊 我的媽呀 哎唷好燙 好燙 你看我的鑰匙變色了啦 尷尬 好我們等它冷卻一下再說吧 在我們一邊等白貼鎖頭冷卻的時間 來測試下一招 螺絲式 它的講法也很簡單 拿十字跟一個螺絲 直接從插鑰匙的地方 把螺絲轉進去 就可以把它破壞掉了 我們先測試第一個好不好轉 哎唷這個聲音聽起來有點 轉的差不多就好 不要全部轉進去 因為接下來我們把它撬出來 依網路上的說法 撬出來的同時 它會把裡面的鎖心 也給摳出來 那這個鎖就失去作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拿一個 撬螺絲的東西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喔我力氣沒那麼大 壓住它之後 我們來把螺絲翹起來 我把它鎖進去鎖太緊了 我現在敲不出來 我找一個地方 鎖上這個鎖頭好了 不對我打不開了 螺絲被我插進去了 啊可以了 看起來只有螺絲自己被我撬出來了 中間這個鎖心沒有被我摳出來 沒關係 我們再把它鎖進去試一次 失敗為成功之母 失敗了怎麼辦 不要怕 再試一次就行了 OK 這次我轉得非常緊 我把它夾好 我用腳踩著 掰掰看 起來啦 但鎖心還是沒有被我摳出來啊 現在我們換一個更長的螺絲 把它轉進去看看 能不能扣出鎖心 真的轉不動了 哇 啊 斷了 卡在裡面 它卡在裡面 那不是就等於這張沒有用 那這個銅鎖都摳不出來了 這個白鐵鎖頭摳得出來嗎 重點是它還在燙啊 我碰不了它 怎麼辦 現在一樣測試白鐵鎖頭 我換了一顆白鐵鎖頭 剛剛那顆被火燒過的白鐵鎖頭太燙了 我拿不下來 不是拿不下來啦 是不敢去碰 總之先拿螺絲 轉進這顆白鐵鎖頭 插鑰匙的地方吧 很容易就轉進去了 而且轉太進去了 那我沒有位置可以翹它 尷尬 轉出來一點 可是這個你看 轉的時候難易度差很多 因為它鑰匙孔本身大 所以很容易轉進去 那這樣子我應該也是輕輕一翹就出來啦 沒有 不好意思喔還是要夾著 我把它裡面的這些零件都翹出來了耶 挖一挖 喔真的耶 鎖型被破壞了這個鎖就沒有用了 所以說我們要因財失教 對不對 佳高 那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好來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但首先還是先聲明一下 這個只是假設你自己的鎖 鑰匙搞丟了 你有沒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開鎖 以這個為前提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那我們今天測試的第一招 是直接拿兩個板手 使用槓桿式去破壞它 那以這種同志的掛鎖來講 它的外表其實很脆弱 輕輕一翹它就壞掉了 的確可以撬開 但堅固一點的白鐵鎖頭 我們就完全撬不動了 也就是說槓桿式可能只適合普通便宜的鎖 我們的小銅鎖買100多塊 我們的白鐵鎖頭買500塊 第二招我們測試的是 從鋁罐上面撿鋁片下來 要去插入掛鎖鎖頭的縫隙裡 可是實際測試之後 兩顆掛鎖它的鎖頭這個縫隙 這種薄的鋁片我們是插不進去的 而且鋁片輕輕用力就整個軟掉 很難想像它有什麼辦法 堅固到可以刺進去 撬開裡面的鎖型 也就是說在我們的實驗裡 這招不太可行 當然如果你的掛鎖 鎖頭這個縫隙夠大 可能你可以再試試看這招 第三個我們測試了噴火式 噴火式一樣普通的鎖 的確好像燒一燒它軟掉了 輕輕敲打輕輕一翹 它就整個爆開了 但一樣啊稍微耐高溫一點 抗火性強一點的白鐵鎖頭 毛髮無傷沒有辦法撬開它 它也沒有冷化的感覺 它到現在都還在燙 還被我們掛在那個門鎖上 最後是鎖一顆螺絲 進去掛鎖的鎖心裡面 然後把它撬出來 直接破壞鎖心 鎖心破壞之後 這個鎖就失去作用了 但我們測試了兩顆 便宜普通的小銅掛鎖 反而是失敗的 也許它的軸心比較小 比較緊不知道 但我把螺絲插進去 撬出來之後 一次撬出來沒有破壞掉它的鎖心 後來又測了一下 結果整個螺絲斷在裡面 似同失敗馬這招 結果反而測試比較堅固 比較貴的白鐵鎖頭時 有成功破壞它的鎖心 等於說如果你要用 破壞鎖心這種方式 你就變成你要稍微 補一下 你得挑到鎖心比較脆弱的鎖 也許白鐵鎖頭 外鋼內揉吧 以上總結來講 就是我個人 以後如果掛鎖的鑰匙不見了 我又想要打開掛鎖 我應該還是會找鎖匠 因為這些網路上 簡單教學的招式 看起來使用的條件比較嚴苛 就算你學會了 可能也不能期望 未來你靠這幾招 就都可以解決那些沒有鑰匙的掛鎖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實驗 分享給各位 如果你有其他實驗想看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們 下次測給你看 先這樣 下次見 掰掰 唉唷 你摸 你摸 連反手都燙燙的 摸嘛 我剛剛摸了 我沒有要弄你啦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 它這個熱傳過來傳得很快耶 欸 魚掛鎖是不是 摸清楚了 我不知道啊 你摸摸看啊 你質疑它嘛 我沒有質疑它 你質疑它 再見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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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